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拉回并不意外 除了季性的反押我们总是要尊重一下 然后包括的一个在昨天的一个美股四大指数的一个拉回 都是牵动今天台北股市震荡拉回的一个原因之一 但是在今天指数震荡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一波台北股市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架构是否已结束了吗 如果结束的话你可以看到啊 为什么在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股票持续活蹦乱跳 你看在今天指数震荡拉回的过程当中啊 相关的一个解锋概念股啊 哇今天马上活过来 撑起市场的人气不坠 比如说像富顶啊三富啊 或是易飞网啊甚至五福啊 甚至在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断电系统系统电啊 高尔夫球的一个名阳啊 还有网通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城啊 你会发现其实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啊 在指数虽然震荡拉回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大涨的一个上来 当然啊这些的一个解锋概念股啊 比如说公共的一个类股啊 或公共铝啊 因为有些的一个股票其实去年都还是亏钱的 那这些的股票最近都因为炒的一个 因为解锋的一个体财 那带动股价的一个大涨一波上来 现在再去做追加的话 我认为啊 这个时候的一个追加风险 未免也会比较高啦 所以在这个地方对这些的股票 我并不建议大家过度去做追逐 但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可以像我们的一个台胜科 汉磊或是富顶一样 能够有再飙涨一大波的一个机会 这也是大兄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诅咒 虽然今天只述震荡的一个做拉回 但是各位现在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啊 随着一个上海解锋啊 尤其是啊 在上海的一个解锋 全面解锋之下 几乎大陆为了救经济几乎啊 能出啊 所有利多能出进出嘛 不论是财政货币或是房地产啊 甚至啊 新能源的一个下乡的一个政策啊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地方债啊 几乎都请财而出嘛 大力的一个撒钱就经济 所以显现了在整个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大陆的经济啊 四月份可以算是最坏的一个情况啦 四月五月那后面的一个六月应该整个的一个经济会回温上来 对于整个的一个台股啊 啊的一个相关台场的供应链也会带来啊 啊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助力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热钱的一个回流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这样 这一波的一个啊 美元啊的一个FED啊 啊因转割啊 开始有稍微啊 对于整个的一个激进升级的一个做法 有开始有一个换缓的一个迹象 所以也牵动了美元指数的一个拉回啊 新台币汇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升值啊 也带动了一个啊 热钱的回流 像今天虽然外市现货是卖 但是期货市场还是大买的一个两千多口啊 然后配合的一个除息行情啊 以及纪理法人作战行情的开跑啊 你会发现哦 啊除息啊 这个六月七月重头大戏啊 那未来将有高达的一个将近一点九兆的一个现金股息啊 啊那这些都渴望为台股注入啊 一记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活水啊 包括外资在这个地方开始认错的一个 一个回补哦 带动整个的一个月线啊 翻扬上来哦 所以整个的一个惯性症啊 在逐步改变之下 那短五加节过后到底是会变盘往上还是变盘往下 哦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做到做我们就真的差很多哦 要不然你想想看 当时候啊指数来到一万五千六百一十六点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哇看到指数的一个恐慌下沙 好多人怎么样 好多人吓坏了 很多人叫你赶快怎么样 把股票给他卖光光 卖在不甘卖的一个低点上 我敢说全市场只有大兄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这是你明前的一个黑暗 哦大好的一个机会即将浮现 所以当很多人在担心害怕的一个时候 我们带着我们这个家族群员全力做多上来 你看这一波的上涨出之大涨了一千多点上来 那我们都完全掌握到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么重点是随着一个指数大涨上来之后来到这个季线要震荡一下 我们尊重一下之外 那么到冬午节后后市的行情是会一路的精进涨 职工万七万八还是会先蹲后跳 那先蹲后跳又会跳到什么地方吗 哦我想这些你一定要非常的一个这样 非常的一个清楚嘛 哦你一定要清楚明白嘛 所以在今天冬午佳节前夕啊 哦大兄特别啊 啊准备了一份资料 王牌寄送镜哦 多空台股多空关键转折完全攻略 哦在这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这样 关键的一个报告里面啊 啊除了针对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行情啊 有完整的一个剖析跟规划之外 啊比如说在这份资料里面 针对整个的一个大盘指数方面 我会从整个形态 从整个的一个波浪的一个理论 我直接划线给大盘走 我来告诉你后市的一个行情 它到底会怎么走 你只要把这件的一个关键报告给它拿回去 我相信 你就会非常的一个清楚了 哦那怎么样来取得这份的关键报告 很简单啊 哦加入我们标股新天地的那样的我带到过去 还没加入投资朋友QR 赶快赶紧一下 哦你只要加入标股新天地那样的我带到过去 成为我们好朋友或是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哦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大胸这份的一个关键报告 哦那这份资料真的很棒 哦因为在这份资料里面啊 针对着一个整个的大盘有完整的剖析跟规划之外 啊并且在各股的一个方面哈我会跟大家分享两大的一个主轴 啊第一个主轴就是长龙跟阳明啊特别是呃长龙今天是收在平盘阳明今天是呃上涨0.5块钱 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啊长龙跟阳明啊后市呃是会会涨还是会向下 哦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哎你可以看到长龙过去我们怎么样一路以来带会员朋友啊来掌握的 从去年不要说去年去年34块1到233我敢说市场上没有人掌握到只有大胸帮我会员朋友掌握到 高达5.83倍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波段的价差啊那么甚至啊啊再到去年10月28号93块8我就告诉大家什么 我告诉大家准备会测动会军北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大家担心害怕不敢买的时候 我们带着会员朋友我们全力出局重前出局买进 买进之后一波大涨来到多少171啊再带会员朋友一路的一个大的一个大转上来 哦那么现在呢为什么最近的一个的一个长龙最近的一个股价会持续的一个让啊的一个压抑在145块的一个位置上 我想这些都是你要了解的一个重点啊啊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啊啊就是因为啊市场传说整个的一个联合国要啊未来要开征探税 那开征探税可能会侵蚀到整个的一个长龙阳民啊的一个未来他的一个这样啊他的一个获利但是事实上啊其实开征探税并会坏 因为长龙阳民也积极怎么样啊整个太旧的一个旧船嘛那未来新船都会啊用一个比较环保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燃料来取代的一个化石的燃料 所以事实上啊对整个的长龙阳民啊对于他整个的一个获利来讲的话其实他的一个影响是微乎其微 哦那么甚至因为啊随着这个市占率的提升呢啊那未来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获利啊还会在持续向上的攀升啊包括的一个董作啊啊总作啊他还说啊 啊他说在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陆的一个解封之后带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出货的一个赶运潮包括北美的一个合约啊啊叫去年啊 啊是啊运价将近上涨一倍还有美西工人谈判以及新船的一个交互啊啊所以对于整个的后世的展望啊啊甚至不排除啊因为有地缘效应啊啊所以董作是讲的比较保守啊一路看望到十月啊甚至不排除啊一路看望到的一个年底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前年一顾美股获利啊不论是长龙阳民啊都有机会啊来挑战七个股本或是八个股本所以对于一党啊 啊产业前景看好获利啊啊渴望持续大成长的一个公司那你想想看最近的一个融资啊啊不增缓减啊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其实在这个地方都不敢买都不敢买你看上一次啊投资朋友在封关前不敢买结果怎么样股价一倍冲天飙涨上来 那么现在这个融资还持续的一个递减嘛所以后世的一个人后世的一个长龙你你你觉得他会涨还是会点哦包括的一个人包括的一个阳民也是一样嘛哦有台华的一个动作来帮我们背书加上这个万纪印价的一个上涨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是要跟着买还是要害发卖你是要好好想清楚嘛哦那么甚至包括长龙阳民也好 哦能不能够参与除钱还有这一波股价哦业内的一个波段的一个目标价到底看到什么地方其实大胸都已经帮你算出来哦都已经帮你算出来哦那我在这份的一个关键报告里面我都会跟吴氏跟他一起做分享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掌握的一个投资朋友哦你只要加入标股新年厅哪里的我带到过来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QR Code赶快订阅一下哦那你 你只要成为我们好朋友或是打电话进来哦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啊大胸啊这一份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报告啊并且在这份的一个关键报告里面啊啊大胸还会在跟大家来分享一大主族啊什么样的一个主族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要知道啊啊除了长龙阳民啊我持续看好之外哦那么未来的一个主流哦到底会落在什么 什么地方啊其实我们从啊在红海的一个红海的一个华说会啊董事长啊啊刘洋伟啊啊他表示未来三年啊将聚焦在电动车半导体跟低轨道卫星这三大的一个新事业电动车我相信不需要我再多说嘛这都是未来环境十年的一个趋势嘛然后包括这个半导体我想当的半导体是第三代的一个半导体哦还有包括AR5G啊高效应酸这些啊 拉动的一个相当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成长嘛哦那所以说应用市场的需求哦红海台积电都要积极扩产哦还有未来哦整个的一个让到明年后年有高达的一个让啊的一个啊我印象应该是啊啊25座的8寸金圆场还有60座的一个12寸的金圆场啊都要完工啊加入营运那这些会拉动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哦半导体 啊的一个景气既然带动的一个扩产会拉动啊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为什么我会带会员朋友啊来锁定台胜科台胜科你看我买在什么地方2010都有信息为真甚至新加入会员朋友持续满进啊当然递挡的时候我一定是重型出局啊随着股价的一个让啊逐步拉高上来当然我们的一个让的一个持股比例我们就要啊就不能用用太多 你低档一定要买的多你才能大赚嘛啊股价越涨越多哦我们本来三成两成一成嘛一定是啊投资一定是要到金字塔的一个让的一个操作的方式你看今天指数是是拉回的哦但是我们家的一个台胜科今天是持续的一个上涨再造本能新高光是这样一趟一趟价差多少都已经超过三成了都已经超过三成了一趟价差64.5块10丁多少64.5万了 所以各位见他投资吧你看大胜都是在Telegram啊啊盘中Telegram第一时间无事跟他一起做分享跟着大胜就是必胜哦就是必胜哦我相信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啊大家的一个眼睛都是血亮的哦那除了台胜科因为这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建场是在12寸嘛所以台胜科或环球军也都是一样嘛环球军我有跟他说过他一定会还给他公道啊你看这一波 同地党本能上来也也将近也将近三成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都还没有结束哦都还没结束哦那么除了矽金元之外包括的一个特化的一个类股因为半导体他也要用到的一些的一个容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代货员朋友所锁定的一个让啊的一个胜意啊你看哦都有讯息回正哦当然今天冲高嘛有时候股价冲的太高哦有时候我说真的冲的太高我总是我都都会想先卖一趟啊这就是做法为什么因为 所以最近的一个行情指数是怎样震荡啊震荡恍惚震荡进进涨所以指数一下子冲的太高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冲的太高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还会在震荡拉回座洗盘所以今天冲的太高啊怎么做当然不能去追价嘛但是你可以看到从5月31号代货员朋友所定今天冲高上来这样加差也多少啊也有14%嘛哦也有14%哦那爱赚多少看你自己哦那再来啊谈到电动车哦我们代货员朋友 锁定哪一档股票汉蕾啊第三代办到底我看好的就是汉蕾跟加坚嘛哦那汉蕾你可以看到啊这档的一个股票我相信基本面不需要我再多说啦哦因为整个这个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你不要等到说哇未来整个的单季哇获利持续怎么样持续大好哇每一股每一股可以搭转两块三块你看到业绩很好的时候我告诉你股价不晓得已经飘到什么地方了那么趁着现在 还在低档你就要懂得来做把握嘛你看我们怎么做把握的哦你可以看到哦我从4月29号你看拉回来105再再度买哦三成三成我做一趟价差然后新进会员朋友5月19号我再怎么样我再一趟价差再加码买回来一样啊持续三成啊新进会员朋友同步操作今天来到多少今天来到130哦今天来到130啊光是这样三探的一个价差就已经超过多少 哦超过六成以上啊哦不止6060.9%我我还没改但是超过六成以上连赚三趟哦这档股票我还是持续看好哦那么再来MOSFIT同样MOSFIT为什么五围独就选选富顶因为大宗杰利哦尼克森他是主要是在消费性的一个市场当然啦他们也会受到的一个哦富顶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激励啊也会跟着涨没有错你你做那种股票也也会赚没有错 但是你今天你如果要赚的更多要学哪一档股票富顶嘛我就说不是王牌不出手我们要买当然要买最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富顶我我从戴惠门有锁定布局买进以来你看这幅怎么要上涨的不要涨停不要涨停今天在创新高哦当然今天创新高不是叫你去追哦那为什么今天他能不要涨这么凶悍因为他掌握到什么有富爸爸加持嘛鸿海还有什么国具的加持嘛那为什么他会加持他 因为他拥有什么他的一个技术哦他的一个技术哦他的一个技术哦优于同业哦所以你如果说早一天来找大修你看哦如果说你在5月10号你懂得做把握光是这一波的一个上涨价差都超过5成就算新进会员朋友你看114 5月26号114哦新进会员朋友直接试驾买进你看今天多少 这样也有三成啊这样也有三成这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实战的一个操作哦都是实战的一个操作我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大家都有目共睹哦那富顶你错过了我最近就跟他说过马达加持加嘛哦这档的一个股票也是一样嘛我就跟他说说回测连线有手嘛再度交温上来嘛也是一档啊车用体材的一个概念股哦他打入了一个车用跟散热的一个领域嘛毛利率攀升未来的一个获利可望爆发大成长 所以像这样一档的一个股票哦哦你可以看到啊法人都帮我们来抬轿啊法人都帮我们来抬轿你看我昨天啊我在平坊附近买进买进之后今天怎么样马上一飞从天大厂上来昨天到今天一眨眼的一个时间呢加差也有将近18也将近一根的一个也将近一根的一个厂停板啊这些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跟着大兄真的是标股一档接一档哦那么 重点来了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像泰森科这样一样啊股价还在相对低档上那未来有三成的一个这样啊以上的一个价差空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像第三代半导里有汉磊一样股价在相对低档上啊那么价差操作啊未来有六成啊的一个空间可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像MOSFIT概念股的一个副顶一样啊懂得在相对低档上你只要 他等着做把握一飞充丁大涨上来将一波上来价差就超过五成那那这些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台胜科第二汉磊第二富顶第二啊大兄都让大家传好啊所以在这份的一个资料里面啊除了针对整个的一个啊的一个的一个多空的一个关键啊盘式的一个后市的一个分析我都有完整的一个规划我直接发现给大盘总啊然后在这一份的一个资料里面我还会特别帮大家 挑选三档哦挑选三档可以像富顶可以像汉磊可以像台胜科这样的一个股票哦那如果说你想要跟着大兄一起超前部署的好朋友来QR 赶快散开一下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哦或是你直接打电话进来哦你就能够免费拿到由大兄隆熟再隆熟提链再提链哦那亲自帮大家锁定的富顶第二 汉磊第二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哦想要跟着大兄一起超前部署的投资朋友这一份的一个资料务必要拿到手哦像台胜科啊像富顶啊哦像汉磊啊这类的一个标股就在里面啊哦我常说啊是珍珠就会花光是好股就会花亮哦到底还有哪些的珍珠哪些的一个好股它会花光花亮的 就在这一份王牌集中记的关键报告里面哦你今天你只要加入标股新年龄来人的我带着过去或是你直接打电话进来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欢迎各位的来电索取0223219933 我们下礼拜头一时间见哦拜拜 你还在等什么下个不好就是你